日前,利家部落因为第80班地的问题和林务局杠上了 但是深究事情主因还是利家部落和达鲁马克部落传统领域重叠的问题 达鲁马克部落主席胡信德,他也提到两个部落应该加强沟通 利家部落因传统领域问题,日前到台东领馆处进行抗议 虽然林务局长亲自到部落说明,但事情仍然没有落幕 达鲁马克部落与利家部落传统领域重叠的部分 是不争的事实,达鲁马克部落主席也首次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也经常一直在找他们来去沟通 但是我们讲现在他们可能认为说一定要找林务局 不应该找部落,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坐下来谈不是很好 这次向林务局申请的计划 主要是希望增加族人山林的知识,传承文化 虽然两部落分属不同的族群 但胡静德强调,两部落都是一家人 应该共同携手合作 那应该是不是原民会也要提出来 来跟两个部落来协调啊 那是最好 不然我们一部落跟部落跟这个什么林务局就 也不好谈 虽然原民会为公告各族群的传统领域 不过两部落传统领域的相互重叠 也应该透过部落的沟通 协商共管机制来化解纷争 记者潘俊玮被难相报导